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向他借钱了 许秋宇老师最近 许家会我不知道算不算创业吧 反正我看见最新新闻 说许秋宇老师也是摇身一变几千万 那边的汇京啊 什么东方啊 几个港汇啊 三个百货大楼组成一个公司 它里边是一个股东之一 那这个公司涨了 它也涨上去了 哎呀 这个东西啊 真是 我最近就觉得我很需要赚大钱 是吧 到现在为止 你先要投小钱 赚大钱 你什么都不投就想赚大钱 我想很多股民跟我是一样的吧 你今天可以发一个呼吁 说以后有谁像想像许家会那样的 找个人来当这个股东给点干股的 你就愿意和他们合作 我估计你现在就发出这个呼吁呢 可能指不定哪天就有人打电话了 在我一生中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就是我有几个朋友要办个酒吧 说叫老豆酒吧嘛 然后说我们给你一些干股 我好 好 平行头一回享受 可是最后他亏了 没办下去 我说这干股一分钱没有 所以咱不说这个 我觉得最近我有些想发财的朋友 对创业办案很期待 可是我又看到啊 像我们请的一些嘉宾夜谭呢 或者他们这个评论呢 又感觉说大陆现在要推出的这个创业版呢 有人叫创伤版 有人说是陷阱 那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们解读解读 这个创业版呢 首先它是创业嘛 就是是那些企业 基本上还没有到主板去挂牌上市的 年利润不到五千万 对 利润还有成长这个创业期 就创始期比较短 但是呢 成长非常快 所以呢 这意味着它的风险要比主板要高 创业版呢 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我们最熟悉的创业版是美国叫纳斯达克 哦 纳斯达克 那有名 对 但是呢 就是纳斯达克成功 基本上来说 其他都不太成功 所以呢 其他国家都有 比如说香港在两千年左右也搞了一个创业版 到现在呢 就搞得半死不活的 因为没有什么人愿意去 那么为什么说美国那个地方成功呢 我想呢 这里边有两个原因 或者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要有真的有好企业 所以可能风险刚才是非常好的企业 他真的就是就百万富翁 对 就亿万富翁了 第一个有大批的好企业 像香港搞创业版的时候 他没有好企业 一大批乱七八糟的企业包装一下 就上去了 什么数码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医药啊 生物科技 门槛低 门槛低啊 到网上堆 最后呢 发现这几个都是不行 都是V的创业版集资才那个做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是很好的监管制度 如果说你这个监管制度不严的话呢 那你就是会变这个创业版 因为这里边就是骗 他那个监管制度跟主板有什么不同呢 大致上是非常严的 他有一些区别就是更加灵活一些 但是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这个是要优先的 因为投钱去买嘛 这里边交易嘛 你会保护到利益怎么办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股民的爱赌 爱赌 对 不爱赌的话没有买 所以日本创业版基本上是没戏的 日本人不爱赌 对 日本人不爱赌 那照理说中国大有前途啊 中国人这个爱赌是出了没 所以呢 就是说从这三个条件来看 第一个条件中国有无穷多的好企业 或者只有无穷多的好赌徒 对 无穷多的好赌徒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 监管系统 我们中间那个环节是比较差的 为什么比较差呢 我们的主板管的就很差 所以你看这那么多年来 我们就说周立波那一句话 叫博士进去白吃出来 洋百万进去洋百捞出来 就基本上我经常这么说 形容这个房地产和股市 房地产虽然现在很多人都骂他 但是你90%买房子的人 至少在2000 就是今年6月份以前买房的人 都是赢的 但是你买股票的人 有百分之多少是赢的 一条龙进去一条虫出来 对 请大家算算这个数 所以中国的股市本身 从90年代初一直搞到 现在我们不能说它是成功的 因为它先天它就不足 因为当时在那么一种 计划经济的条件底下 当时又要维护国有占主导 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误区 说股市是为国企解困用的 所以这股市总是翻来覆去 颠三倒四的 所以在这种监管条件下面 大家就有一个担心 我们有前后两个条件 有好的企业 有好的赌徒 但是这个机制要不成的话 就可能会成为第二种结果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机制 理顺了 正好了有效的吸取了 主板的经验教训 对比全世界的经验教训 所以上个就是前几天 这个创业版那个开版仪式的时候 我们政典会主席 上弗林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演讲 他其实能把这些问题都看到了 而且措施都已经预想到了 当时我是在做这个点评 我就从头听到尾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理念也好 我们的政策设计也好 我们现在所想的都已经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中国股市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 所以它会怎么样 只有在运作以后才知道会怎么样 为什么高度不确定 是政策太多还是政策太少 就从目前为止 我们比如说中国的金融体系 是中国改革最难的一块 但是我们费了很大劲 我们把银行基本上给整明白了 所以你要是拿03年的时候比 03年人家说中国的银行体系 技术上基本破产 但是呢现在我们说美国人不成了 中国那几个银行现在都变世界排前几位的了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金融体系是发展中国家最难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搞了几十年 就在这个地方突然就垮掉 所以我们看拉美债务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这样的 那么银行是资本市场 就是是这个借贷市场 它是一个间接融资 然后呢股票是直接融资 就是两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一块 我们还是不行的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 对创业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设计 一个非常严格的执法和监管 那么用创业版来带好主板 你就想想看这个的难度会有多大 你看我听他们赌徒们聊 就是我的理解对不对 他们给我讲一个词啊 叫高开低走 就说这个创业版 所以我得到一个幻想 就是说他一推出 抖一下就汇报上升 然后跌停掉 然后呢就不是 就说这些企业主啊 捞一把就走 你看他上去了之后 很高了之后 等于借钱 小股民就跟着呗 但是你跟着他这个低走 他蹭起来他一撤 反正总得说什么二级市场 总得砸在人头上 这个风险总得落在谁头上 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以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他又有点怕呢 就是以前的股市都是这么玩的 所以以前有大股东 侵占小股民的利益嘛 所以你发现那上市公司 动不动就就ST了 ST是有什么亲自 ST呢 就是他已经这个 已经不盈利了 然后呢就就得观察他 要是你再不盈利 再再不好好干的话 就得摘牌 但中国呢又又很奇怪 像外国呢 这个企业不行就摘牌了 但是呢中国一个企业上市啊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批准 需要非常多的批准 那么就是说这个 有上市资格是一种资源 就是我这企业再不行 也有人来买 摘牌也需要很多很多的批准吗 摘牌不需要 但是呢就是我这死了 我可以卖个人家 把这壳卖个人家 我们叫壳资源 这是个壳 就跟两地车牌似的吗 对 就说你有这个车牌 你不当正邪了 不当不投资那多少钱的 那车牌还在 你可以把它卖掉 所以这个车牌是很值钱的 而且呢就有人注入 他的资产进来 把这个换名字 他这个又有可以炒作的 但以前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的股票 他做的不好 所以没有连续集资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做股 我们这个企业经营的好的话 就是我们经营的非常好 就像创业板 比如说你开一家老豆 这个酒吧 开得非常好了 然后呢你就发现 我要开十家连锁店 我突然没钱了 我上创业板去挂牌 你给我钱马上就开了 对 但开了之后呢 现在你那本赌徒的朋友 就跟你说了 撤吧 钱已经拿到手了 是吧 不干了 但是你说不行 我还开一百家 我再集资 所以我们好的股市 是这么走的 所以为了要集更多的资 我又把这十家经营得非常好 对 盈利比原来还要好 贵物比原来还要大 那美国那三个就这么上来的 那我那个朋友都是捞一把就走了 但是你的意思是 中国很多这些中小企业 他赚着一把他就走了 基本上我们说呢 就是以前在股市里边 这种风气没有形成 没有说是通过上市 来让自己壮大 那么另外呢 就上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因为你是变成一个公众企业了 以前是私人企业 所以我经常接触一些 浙江的私人企业 所以突然就是去查账 说这五百万就留着 干嘛的呢 是给他们家亲戚打牌用的 这私人企业没有关系 但上市之后呢 你就不行了 因为你有百分之几十的股票 是公众的 你这个钱就不能流出来 打牌用 不能打牌用 你可以用别的 你说是公共应酬啊什么样 然后每年他要审计你 对 然后呢 独立会计事务所来审计你 所以你就接受公众的监督 所以也有很多好企业 他不愿上市的 香港就有很多好企业 他不愿上市 因为上市就被人看得见了 清清楚楚得看得到 还有网友来查他这个那个的 打牌也不方便了吗 是吧 在那边就打牌羌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听不明白 不过听刚才讲的 稍微有点明白了 我理解就是说那些 目前钱不是很多 但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现在不能在主板上上市的 他可以到创业板上 对 如果他加了业绩好了 你投进去就是花得来的 对 是不是这样 对对 但是中国的股票 好像是政府控制的成分比较大 对不对 他跌的时候 政府就会把它往上面扶一扶 高的时候就往下拉一拉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从中国股市的历史来看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叫政策式 那么这个干预这个股市的 这个运作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对不对 这点我就没整明白 就是说是基本上说 说主管部门说 是代表国家利益 但是呢 就是说搞成这个周立波说的 刚才咱们说杨白牢那样的话 好像就也不算是 不能算是国家利益 他这个龙变虫是为了国家利益 所以别的牺牲掉不管 我只是 在老百姓的角度的担心一条 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 刚才讲到赌这个字 赌的之所以能够 所有地方 你跑马也好 六合彩也好 什么赌也好 赌场也好 它建立在一个原则 就是说 它背后是有偶然性 所以我们才能参加赌 对 如果说你背后是有必然性的 这个其实不叫赌 这个等于是 投资 这个就很明确就要投资 就好像 我今天 不叫陷阱 就曼联跟 这个 叫皇家马德里比赛了 那我现在去压 我压是我 不知道谁赢啊 要是知道谁 那个 皇家马德里这场 他咔他们要放水 今天一定会输给曼联 那你没有机会的 这个你赌 这个就不叫赌 所以我的困惑就是说 我们现在中国很大数量的老百姓 今天到晚就在忙两件事情 一是炒股票 二是偷菜 在网上偷菜 对不对 你不叫偷菜 哇 风靡祖国大地了 现在已经 很多人半夜都不睡觉啊 呼噜寡闻 什么叫偷菜 如此类 不打酱油 买偷菜 那我们不管 偷菜吧 我们先说股票吧 那么多人把全部 或者一半的精力放在里面 那如果这个股票市场 又是实时被某些利益所操控的 那这个怎么来解释 有的股民说 怎么来起到一个 所谓社会经济条件的能力 这个创业板有些股民 我就看到他说 就怕玩不过机构 这都什么意思 首先呢 就是徐老师那个 那个问题呢 就是 他是有风险的 就说成功的是有一个概率的 那比如说你 我们说第一批28家企业 他不是每家 他都可能会成的 但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他是希望第一批 因为很多企业可以选 总共第一批 就180多家 先推出28家 可能还有几千家报名的 对 所以呢 你要是真不想把这市场发展好的话 这个保证这28家 大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们都寄希望 国家会帮助这28家 是要提高 提高这个比例 这点政府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 但是呢 做到之后 还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会不会风草它 就出你那问题了 对啊 所以呢 以前我们碰了过这个案例嘛 比如说中石油丧市的时候 它那么大一个企业 对啊 对啊 号称全世界排前几位的 对 回归A股 然后一下涨300% 对啊 然后全被套死在那个地方 现在跌 对吧 一直不停地跌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就出出大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机构 它就有问题 因为机构 它拿的盘子大 而且呢 中国还有些机构呢 和普通老百姓 不在一个等级上 它的权力也大 就是说有的机构 它可以直接拿到 你得去抽签 你得去怎么样 怎么样 它就直接拿到 对吧 它怎么运作 你又不知道 所以这就有问题 但是呢 创业板呢 这次想回避 因为创业板很小 就是每个企业 都是几亿的盘子 对吧 那你看中石油 都可以搞成这样 那么大的盘子 都可以搞成这样 那创业板这个几亿的盘子 你要是要炒破翻天了 对啊 所以它现在就做一个防备 一下搞28架 一天就搞28架 避免大家支炒什么一两家 那是不是大家就会有一个感觉 就这28架国家将来会支持 它不大会亏 就是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 应该说这28架是千挑万选 就是我刚才说第一个 要是马上就全跌了 那创业板不办不成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股市是高度不确定的 一般人预测可能会涨个多少多少点 但搞不好呢 它也可能跌得心里滑了 所以华谊兄弟做过唯一的娱乐公司 挤在里面不容易啊 我还注意到里面很大成分是药业 对 医药的企业为什么算是科技挤在那么多呢 医药现在是中国最不明朗的一种 一种科技公司 你知道我们都看到那些新闻 药检部门很多贿赂出问题 接下来医疗 你知道中国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药厂是最黑的 他跟政府的博弈是最惨烈的 因为药的利润 你做一个汽车 你汽车太差 谁都看得见 你明天马上倒兵 市场就没法竞争 你做电视机做的太差 明天人家都黑兵 谁都来找你 就是一个药 你是看不出来的 车死人是很少的 所以这个 尤其那些补品的药 更说不清楚了 你长寿多少天 所以药业的利润 这种企业 为什么这么多药业公司 第一次 药业呢 我还是老老实实挣工资吧 他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觉得会推出会引起风潮 什么狂潮吗 我就是非常难做预测 所以呢 就是我们评论员只能是事后评论 对你要去对它进行预测的坏事非常困难 但是就是说 中国的创业版说是我们叫十年磨一剑 这剑终于出销了 但是呢到底成不成 按照理论上讲呢 中国有那么好的条件 那么好的企业 那么多的企业可以选择 那么喜欢赌的人 大笔的钱 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制里顺了 它是可以有前途的 就是其他国家为什么 它不是缺这个就缺那个 所以呢我们跟美国比较像 所以这点的话 咱们应该还是对它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我觉得还是正面一些 它都是怎么就是都 现在就都已经知道是几十倍几十倍的 就是说现在定的这个价 定价定价定价定的就很高 因为就是因为它是高成长性企业嘛 所以刚才徐老师谈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药 对吧 所以药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 但是中国呢 这个药它是管用的 因为中国人现在开始有钱了 注意身体 吃药了 对 很多都是补物品 也肯定是补物品 但是你做广告做成了 这个药 药厂全上来了 上创办的药厂都不大 那它肯定就是靠一两个药 三四个药 它就是有研发水平 它就擅长这个挖几个人过来 非常好的团队 然后呢通过了GMP的论证 然后呢 要呢 它成长空间非常大 只要广告一打响 成长空间非常大 然后第二个 利润非常高 利润非常高 所以它就适合创业板 我有个也是 等于是你的同行啦 专门研究这种经济股票的 他说他们要研究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这么多企业 他们的资本啦 发展前景啦 在市场上的空间啦 总之它可能赚多少钱 以及能够赚多久等等 第二它还研究 所有这些企业的背景 就他们的资金的来源 而这些人的身份 先前途啊 你知道 他们是谁谁谁的儿子 谁谁谁的孙子 谁谁的媳妇 谁谁的什么 他说这是一笔重要的资源 对 这个你说的非常多 因为中国的股市 在创业板以前 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就是你需要盖很多张啊 跑很多关系啊 那你没有背后 没有你那个路线图的话 你是搞不定那些东西的 我们两家 创业板算门槛低了吗 对了门槛低了 而且是都是民营的多 民营的多 国企的少了 但是民营的也有很多 原来在国企的人才啊 那是 对不对啊 我们两家公司业绩 我是55 他是45 照例我能赢他 可是他有一个 可能特别的什么什么背景 对 你到时候投资的时候 你会投给他不投给我 所以这先前图是非常非常 所以他们说那些富豪榜啊 那些人 你以为他们吃饱了饭了 只是在统计啊 多少人有钱啊 他们背后的统计的 这一大批的资源 你知道那个申报财产那边 不是还没通过吗 徐老师讲的是背后的江湖 但咱们现在大家聊的 还是从明面上面来聊 就是说这个创业版 对他的这28家企业 你觉得是不是提供了 很大的一个机遇啊 应该是非常大的机遇 就是刚才 他能进去就不容易 你说那种观点 就是说是搞一把就跑 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28家他不会 质不在此 对质不在此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 比较赚钱的 而且呢 都是响当当的 在那个行为里面 能够被选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他就不唱了 他就不唱了